做一个女性,记住这个原则 先为夫所爱,然后为夫所敬,你就成功了 爱是不长久的 因为人会老,你要让他敬重你 但是不是一天到晚跟他讨人情 我看很多太太很不会做人 先生一回来就说,你知道我家里事情多少吗? 你知道我洗多少碗吗? 我中午特别租那个红烧十字头给你吃,你知道吗? 先生天的头一肚子火了 我希望各位了解,人情不讨,人情永远在 人情一讨,什么都没了 连本带地都讨回去了 先生会反感 我听太多了 我有时候到人家家里面去 我就听那个朋友的太太就讲了 今天我特别烧了红烧十字头 他说,来给你们吃 我那个朋友是比较不客气的 你自己不吃是不是? 他马上就问他,你自己不吃吗? 你自己喜欢吃,还说说给我们吃 这样就对了 再说一遍,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人情不讨,人情永远不讨 人情一讨,什么人情都没有 连本带地都光明 我们那男人当家长 在人情背后尊重他 是加强他的责任 使他更加卖力 我们把家里安好 而没有任何人情 他就会敬重你 只要他一敬重你 他就不敢在外面乱来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抓他的心 女人最要紧的 抓住男人的心 可是心是看不见的 所以先抓住他的肚子 这样各位才知道以前的女人 她很会做菜 做到让先生在外面都吃不饱 都吃不好 一定要回来吃饭 她就成功 她今天这种女人太少 像我的外婆 我从小就吃她了,我就知道 她那个料理外面根本吃不到 所以我外公每天都回来 我外婆说,你就在外面吃再回来 她说不行 还是你都好吃 你看,就成功了嘛 我外公很有钱 如果在外面吃 她天天可以吃酒席 她不要 她什么应酬不参加 她就回来 因为我外婆的料理非常好 抓住男人的肚子 她跑不掉